詞曲 李宗盛 因為是第一次提名 心情真的很激動 首先我覺得做演員已經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要大家去接受一個歌手去演戲 其實我想是會再多些轉折 所以今年很難得有一部作品 而且這部作品的故事是圍繞我自己的角色去寫 雖然不是真真實實我的故事 但是我和蘭茲這麼多年來的友誼 以及我們大家對於家庭 對於表演 對於社會 對於我們這個城市 很多很多感受加在一起 就成為了這一次我們的合作 心情是很興奮的 由知道那一天到現在的每一日起床 都是很興奮的狀態 其實我們是約了《不日成婚義》的團隊 一起去看直播 因為宣佈了女配角先 我們知道金燕玲姐姐入圍的時候 我已經很興奮 我已經哭了 然後到宣佈《不日成婚》的時候 我再哭得更厲害 特別的意義是因為 在我演戲這麼久 《不日成婚》是唯一一套第二集的 這個意義就是好像我和這個角色 和觀眾一起成長 我自己當然是很感恩 很開心 而且我首先是想團隊 大家的努力 所以這個提名不只是給我 而是為整個獨舌大狀 所有幕前幕後一起努力的同伴們 而且很榮幸能夠和這麼多位 很出色的香港女演員 一切可以獲得這個提名 對我來說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其他幾位提名的朋友 他們的電影我都有看 每一個演員 我覺得他們都很有自己個人的特色 和見證著他們的努力 幾位都認識 所以我自己很替他們高興 真的很開心 我覺得這次是這個主題 這個議題 社會議題是很有意義的 我覺得可以提醒觀眾 我們自己社會發生的事 或者愛 珍惜 這些很重要的訊息 所以很感恩 有八日之下 這部電影在我生命中出現 由剛剛入行 演戲到現在 其實都幾不同 一剛開始進來的時候 我是覺得 我很喜歡熱血 很喜歡團隊精神 然後 然後再慢慢演下去 我發覺原來 演戲是可以給我個人更多色彩 到現在 我有我自己的小朋友 我希望我可以繼續 在我電影的路上 角色的路上 經歷不同的事情 再告訴他們 我人生的看法是怎樣 我覺得很幸運 很開心 和這四個人一起入圍 其實《填詞L》是 開始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結果的製作 我們全部人都在這個 美其名是一個未知或勇氣 但其實實質是 旺居的旅途上面 而最後它成為了一部電影之餘 我在裡面都加入了我自己 大家一起共同得出來的成果 得到提名 就好像對這份 愚蠢和愚蠢的 有心事情的一個鼓勵 我的演戲動機是 我想接近電影 因為我想看電影佔了 我的成長過程之中 很大的一個時間 繼續演下去的動力就是 可以繼續接觸我喜歡的每界 電影帶給我最浪漫的經歷 可能不是一次 是我擁有了一個 不會離開我的朋友